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他把握机会的能力了 他没有抓住这次绝佳的机会 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发挥的更好一些吧 否则赛后他会成为球迷口主比伐的对象 在后场适当地控一下 找找节奏 到目前为止 客队在空虚率上是完全占据上风 他们用一系列精妙的短船配合将主队是牢牢地牵制住了 看起来离进球越来越近了 反观主队的球员似乎被对方的气势给压制住了 没有发挥出自己他们应有的水平 对 王珊珊 力量十足 可惜就是角度偏了一点点 朱利厄茨 阿里克里格 亚里克斯摩根 直接掉向了防线的背后 斯曼沙梅维斯 他能把握住机会吗 这个横船穿过了整个进去 然后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从进去的另一边滚了出去 这次传中啊不成功 这个球啊直接传给对手了 临赛霍兰 朱利厄茨 张芳在拼抢 台发没吹 进攻有力 裁判还是觉得这个球该吹 于是给了个扔一球啊 逃过一劫啊 裁判没有给盘 这脚扔一球直接被门将给拿下了 王珊珊 球权又到了他们脚下 下车球 这次的球 前球被挡下了 怎么又一次把球权送给了对手 这架传球会有所收获吗 咱们率先攻破这方大门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阿里克里格 斯曼莎梅维斯 朱利尔茨 视野很开阔 文将来这个飞针揽月 这次扑就非常精彩 小球开向了禁区 这个投球偏得有些离谱 对对方这个球门没有任何威胁 防守他的球员 你看虽然没有能够通过卡位来直接争到落点 但是身体的高强度对抗 让他在空中难以有空间来调整身体完成动作 是的 是的 他选择带球向前推进 往双 直接就打了 球打到恒良阳改变了方向 直接弹回了场内 阿里克里格 斯曼莎梅维斯 一次成功的抢断 二次传球的脚法也很细腻啊 这角射门没打好 偏的有点多 与其说是射门 不如说是帮对手解围啊 是的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不是一分钟 对面的边路放空了 我满心以为这次能打进一球 没想到对手夺回了球权 我自作多情了 再发明哨 中场休息结束 中国姑娘们比分领先 进入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黄珊珊 露克平 贝基十二不轮 临赛霍兰 这球应该能穿透防线 阿莱克斯摩根 临赛霍兰 这都能拦下来啊 门将立下了大功啊 哇 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这个投球有失准头 对方虽然没有争到落点 但是他的争顶呢 可能还是受到对方干扰了 他 你看他起跳看起来不太舒服 就无法找到最好的攻门方向 对 这个球应该能找到队友 把球铲出了边线 对方来发界外球 掌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朱利亚茨 拉平努埃 他们边路找到空间了 传向近距离 这次拦截非常成功 现在是他们控球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他用一个漂亮的拦截把球抢走了 左边西斯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给过去了 交到了队友脚下 文将成功跨界了这脚远射 阿里克里格 亚里克斯摩根 临赛霍兰 就看霍兰的了 这个铺就太精彩了 直接把球朝防线的身后掉 一球的领先 只没有让他们满足 现在又打进球 拷大了比分 如此近距离的得分机会 他肯定不会浪费掉 防守队员只能目送他进球了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临赛霍兰 朱利亚茨 拉比诺埃 他们在对方的腹地寻找机会 亚里克斯摩根 王州队员把球铲断了 王珊珊 就交给了利亚 这脚球想找的是后门柱的队友 文将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直接把球没收了 球权没能延续下来 交给了对手 反击的好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把握反击的时机 传中道进去找机会 这球打得大失水准啊 一次绝妙的反击 戛然而止 对方门将本来神经紧绷 如临大敌 结果这脚打门打出来之后 他是长出一口气啊 目送皮球遥遥飞走 这是梅根拉拼团 这是梅根拉拼团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将球朝进去打 看看他们能否将反击转化为进球 刚刚这个反击太精彩了 差一点就成功了 是啊 只差那么一点点 嗯 他们决定现在派上替补 林赛霍兰 阿里克里格 亚里克斯摩根 防线直接被一脚直在给冻穿了 他这个扑球动作太神勇了呀 这种扑球可以说是非常提振士气啊 皮球滑出了一道 美妙的弧线飞向了球门前 没有对门将造成太大的威胁 球被防止队员给断了 林赛霍兰